也是很要命啊 真的要是去这个学校报道可就扑空了 台北市有部分的小学新鲜人的家长 最近收到了报道通知单 结果一看都傻了 怎么我应该去这边上学的 叫我去那边报道 我应该到那边上学的 叫我去这边道道 怎么乱七八糟的 其实就是应错了 出问题的通知单多达3800份 教育局赶快发出正确版 家长先不要太惊慌 小学生新鲜人 7月就要新生报道 不过台北市部分家长 收到入学通知单 却是一头雾水 像是这张报道栏写着永安国小 但往下看 说明栏又说要到大家国小报道 小朋友究竟要去哪个学校上学呢 原本要到台北市社子国小 做新生报道的学生家长 收到了一张入学通知单 奇怪是上面写的学校 竟然不是社子国小 住在陈德路的孙太太 宝贝儿子要和哥哥一样 要读社子国小 不过通知单上面写的 三域国小未在天母 距离社子国小 直线距离将近三公里 还要跨越基隆河 该不会要小朋友翻山越岭上学吧 这让孙妈妈好心疼 入学通知单出问题 教育局坦诚疏失 强调已经补记正确版 但学区在大安区中山区和士林区的通知单 总够3850份都出现相同错误 乌龙通知单还是让不少家长和朋友 虚惊一场 从前新闻 郭先杨侯经理台北采访报导